不时的将手掌张合保持血液的顺畅 虽然是平常日 但是捐血车上民众却是相当的踊跃 邮政公司为了要实践热心公益的理念 在邮政节当月举办捐血活动 连续20年来没有间断 在今年3月20号邮政节前夕 特别选在3月10号、3月11号两天 和台东捐血中心合作 将捐血车直接注点到邮局前 号召民众一同捐热血 邮政节的前夕 然后举办捐血业的活动 然后为了进行捐血一代救人一命的理念 希望能够回馈我们的乡亲配合这个活动 然后希望能够我们台东的乡亲们能够踊跃的参与 我们预计大概约在200代左右 昨天到现在为止大概有100多代 台东县到目前为止还是都缺血 那我们如果就是能够帮忙大家的 大家做得到 大家就来做这样子 那就对身体也是有好处 为了回馈社会同时提升邮政受险公益形象 邮政公司举办的寒冬送暖热血清公益活动 号召邮政员工和社区民众一同玩起衣袖捐出热血 同时感谢捐血的民众 只要捐血就送精心准备的丰富好礼 而邮政公司实践捐血一代救人一命的理念 成功的响应 不到两天的时间捐血的数量就远超过预期 更展现了台东人满满的爱心和热情 东台新闻林婉珍黄新平台东市报导